在科学中,量子技术的发展,可以说是一个难点,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前进,越来越多的关于量子技术的话题也是有限出现,随着中国量子卫星和量子纠缠的实验成功,可以说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,已经提升了不少。 并且在量子的各大领域,部分是领先的世界,自从中国出现量子计算机的话题以来,而新的量子技术应用也出来了,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提升了不少。 根据新浪的科学报道称,中国在量子雷达系统,研究方面,又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,这世纪中国量子卫星,量子计算机等之后,那又一项大的研究突破,量子雷达的问世又一次领先了世界,量子雷达跟我们的传统雷达存在差别,一个是依靠电磁波,另外一个是利用的量子纠缠原理,来搜索和发现目标的。 这就刚好实现了我们所说的隐身技术,并不是隐身技术的状态隐形技术,Stealth Technology俗称隐身技术,我还记得,在2018年4月份的时候,加拿大科学家们就表示,对中国量子雷达技术的怀疑质疑,他们称量子雷达技术是一个物理学的难题,而中国刚好就突破了这个难题,所以算是科学家们的一个重大研究。 值得我们尊敬,至少给世界科学家们证实了一点,我们的量子雷达技术,确实已经可以实际性的展现出来了。 打破国外的质疑,加拿大安大略胜花铁卢大学,的研究人员当时就宣布,他们或将要实现量子雷达的现实版,不过至今仍然未看到关于研究的成果。 当然,这些多年来,一直都有世界各国科学家们在声称量子技术的发展,包括英国说的量子技术突破,成能够观测到量子粒子也能追踪,确实是各行各业都有相关的研究。 但是,我们量子技术的发展,追求的是以尺体为准,这才是我们最为重要的。 简单的来说,量子技术仍然是科学界们一直关注的话题,应该实际性的量子技术的运用是许多国家都希望要的。 在2018年5月,俄罗斯科学家也希望与中国在量子技术方面展开合作,并且希望主动与中国的卫星莫子号有相关性的研究。 其实说别了,就是希望与中国的激战功用,要知道,这颗卫星全球是中国率先发射的,所以积极合作也是一个正常的事情。 其次就是量子技术加密的展望,我们国家确实研究这方面的技术比较多,但是公布出来的确实也不多。 首先,中国科学家们在量子雷达上的技术运用于,可能又是一个颠覆性的效果,对未来中国的国防安全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 量子雷达技术绝对是一种新型的技术革命,不然科学家们也不会那么重视了,无论是在探测还是传播性上都不比以前的传统雷达技术差。 所以国家研发出来了,希望也做好保密工作,将别人的一切怀疑,这一堆眼光都抛开吧,实际性的运用量子技术才是王道。 谢谢大家阅读,原文没说明量子雷达的是单个研究,只说明了量子雷达的问世,所以大家参考阅读即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